曾經因為許智鵬、黃森榮的安心事件 而延期播出的電視劇丫鬟大聯盟樂實開播 洪永成、湯樂文等人 今日就出席宣傳活動 我真的沒有擔心 因為我覺得真的隨緣 播又可以、不播又可以 對我來說 因為始終我都收了薪金 所以可以的 盡力拍了一部劇 如果播放也好 有人提到但不播 我亦都覺得我辦法 這些是隨緣分 這些是公司的決定 我就不知道 至少我雖然知道他在香港 但不知道公司的安排 未來他會不會宣傳這部劇 那就被公司決定 港度收了薪金 努力工作的靚湯 就被報道指豪宅四千五百萬購入豪宅 不過他就透露家人有點不開心 其實家是跟整家人一起購買的 所以不是只有我一個 我一個人一定不可能負擔得起 但是沒有想過這麼… 因為都決定了沒多久 所以我真的沒有想過這麼快出來 還有這麼詳細的東西 其實我家人也有點不太喜歡 可能他們不是做這項 然後地址也擺放出來 所以其實也不太舒服 但是我跟他們說 是開心事來的 不要這樣 是開心事來的 而且是多了壓力的 但是以後真的要努力工作 過幾天就是聖誕了 Tony打算怎樣跟女朋友慶祝呢 我打算去幾天的東南亞 希望可以過一個平靜一點 沒有那麼多人的一個聖誕 其實現在還在選擇地方 不過可能是戶外 或者是一些荒野 風涼一點的地方 因為我們大家都喜歡戶外 希望可以找到一個適合的地方